好酥脆 很香 跑車要來了 很像雞蛋糕 但是又不像雞蛋糕 3塊錢 5塊錢耶 塞塞爆 哇 好像生意喔 哇 超美的耶 對啊 很漂亮 我們也太漂亮了 時尚探險之旅 2日行開始 我們即將帶大家來慈善的市區走走 就跟著我們一起玩遍慈善吧 因為是一個無比堅輕的好運動 大家可以發現時間走在這個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再去領車 我們要再前往我們下一個清晨喔 好 我們的清晨下來整個手都死喔 很可怕 超養懼啊 嚇死人啊 GO 哇 他們說其實走在市區啊 這個車子停在市區的旁邊 不要擋到別人就可以了 哈囉 好愜意喔 走 欸小姐 這邊是點燙醋 妳要點什麼 我要豆皮 這邊還有賣很多東西耶 一堆農產品在這邊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沒有開放內用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裡面 豆皮在這邊飄飄飄 豆皮製作工作室 這些都是豆渣吧 我們的產品乾豆皮濕豆包 對 這邊還有賣滿滿的米 一堆米 豆包本身有錢住 一點點 很多也有吃原味 好喔 先吃 好喔 好 我們要先去車上吃囉 好 走 熱熱吃比較好吃 我們吃完再把拓盤還姐姐 嗯 好吃耶 新鮮的就是好吃 好酥脆 很香 它裡面很柔軟耶 我覺得吃原味就夠了 你知道嗎 賣豆皮的店啊 就不會賣 賣豆皮的店就不會賣豆漿 沒有有賣豆漿啊 豆腐喔 欸對沒有賣豆腐啊 對 有賣豆皮的店就不會賣豆腐 因為工序太麻煩了 飯有四片耶 其實蠻厚的 開心啊 開心吃 我一個人可以吃兩份 你知道加他醬很像吃什麼嗎 吃什麼 吃蛋餅 很像吃蛋餅或蔥油餅耶 今天因為早上 然後可能就只有這一間有開 然後大家都在裡面點餐這樣子 然後陸續都有車子來 有車子來 身體超好的耶 嗯 而且他們還有賣桌花 胡唐的會看起來這樣霧霧的 它都不會很香這樣子 很綿欸 這是很嫩很嫩 這是現場做回收 這也是豆皮旁邊的河堤 很美耶 它這裡有一整排的木柵 很好拍耶 真的超級棒的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的話就是平礁道了 這裡很復古很好拍喔 很緊張喔 跑車又來了 好開心喔 怎麼那麼嗨啊 更古老的跑車會更開心 是池上的平礁道 這裡其實很美耶 我們剛剛很幸運有一台Puyuma經過 這邊測試比較少但是還是要注意安全喔 走吧 終於今天就走到另外一邊了 好多狗狗 這邊就直接往山裡面走了 我覺得那邊好像富士山喔 對啊 架兩邊的平礁道都可以走耶 其實它旁邊這個平礁道也很有特色耶 而且這裡可以很近距離的看到火車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距離的問題 因為這裡有安全的 夾道 我覺得這個可以坐著看 我都放空了 我一定有聽到噹噹噹噹的聲音啊 然後等它穿越過來之後 這個下來的時候就代表它快經過 可可可可可的你有聽到嗎 你看你看這個聲音就是都飆過來了 這個開始亮了這個開始亮了 要來了要來 另外一邊 來了是蒟光號 是蒟光號 是蒟光號 好期待喔 好開心喔 是蒟光號 跟他说再见 拜拜 看到举高号了 所以其实这个平交道可以待了个半个钟头 可以耶就是看每一种火车过去 然后结束后可以在这边坐着休息 在那边的时候休息一下然后再过去看 刚刚那个小姐帮我们介绍的超详细的 真的对而且他们是用他们当地的民场 他们只是单纯想推广 好的东西好的农民被看见 真的很不简单 而且他其实这样一棵也不便宜 因为其实他们那个成本都超高的 这是鱼肉的成功口味 这闻起来好香喔 一扒开就有香味就出来了 他外面因为是米的关系 所以他其实很嫩 好吃耶 好吃 好吃 他的米吃起来怎么样 很像鸡蛋糕 但是又不像鸡蛋糕 因为他是米做的 吃起来很爽口 他没有加盐 但是很鲜味很足 可以吃到好像有一点南瓜的感觉吗 而且吃起来有点像雪鱼堡 CP值很高的雪鱼堡 成功的米 他这个是鲤鱼然后加白酱 嗯 他鱼肉还蛮多的耶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就是当地的农民 欢商的东方棉猪加起司 他的猪肉很扎实耶 有点咖喱香的感觉 我现在这个很利好 这是来自于池上的黑米麻吉 嗯 我觉得很可以 我发现每个口味都很好吃耶 因为我以为会吃起来很撑很撑那种感觉 诶没有耶 因为是米不是面粉 哦对 蜜香红茶加卡士达酱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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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张 面皮是红茶 红茶味超猛的 然后卡士达很舒服的味道 土豆戏愿 对 幸福就在这儿 地上的字 幸福就在这儿 幸福就在这儿 你不觉得以前的戏愿都很可爱吗 很像眼睛跟眉毛 没有你看这是眉毛 这是他的下睫毛 有耶 已经关闭很久了啦 以前一张票 三块钱五块钱耶 好便宜喔 而且一天直播三次 光阳中的一条船 领衔主演王妃耶 嗨小米人 这是米作的 好厉害喔 看这是我们昨天经过的那个打铁工坊 看起来很特别的 这边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好拍的完美景点 它背后其实范围还蛮大的 可以拉到后面 它的侧门的话有入口可以进去 稍微瞄一下 但是接下来说已经荒废了 所以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真的一整个大房荒废 我们就这样看看就好 历史的尘埃啊 这是它的后面 其实里面范围面积还蛮大的 它晒高丽菜的耶 我记得看到菜脯 你要高丽菜 萝卜豆麻油 萝卜豆麻油 有 萝卜菜萝卜很高 对 萝卜菜萝卜没有太阳的 没有太阳 萝卜豆麻油 那个也可以晒 对 对啊 都可以晒耶 每种菜都可以晒 哇也可以 做泡菜 双泡菜 前来萝卜 之前晒一堆有很多人晒 要占位置对不对 没有啊 这里也是有位置 真的有个都晒到学校去了 学校门口啊 打眼 走出多人啊 呵呵 前面是浮远豆腐店喔 这边有内用还有外带 对不对 有甜的还有手指 对 对啊 好特别喔 这边是手指的 这是天品的 嗯 好 然后我们今天就进入炸豆腐秤就好了 这边可以坐着吃豆腐耶 吃豆腐 吃豆腐 是你的豆腐喔 等候老台 对 就能爆多爆多爆多爆 那它因为有分甜食跟咸食 我们就吃咸食 要开到咯 哈哈哈哈很烫喔 超烫 它外皮很酥脆 然后里面很像嫩豆腐 完全没有臭豆腐的臭臭味 开心 然后它的那个酱有点酸醋的味道 对 然后有一点小小的微辣 因为我们点微辣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喔 嗯 它不是卖臭豆腐 它是卖豆腐 可是它看起来像臭豆腐啊 对 但它是卖豆腐 它不是卖臭豆腐啊 所以你看整个 整个周遭都没有臭豆腐的味道 嗯 对耶 塞 我的特殊吃吧 塞塞爆 塞起来吃就对了 塞起来吃就对了 它这个都是肉 都是汤丝耶 你的脸到底是好吃还是怎么样 哇 我很秀 一口太烫了 好烫 给它泡菜好吃耶 嗯 这泡菜酸味够 酸度够 好吃 绵密 松软 福原豆腐店 有豆腐就不会卖豆包 哈哈哈 这边厕所在这里好方便喔 大家都这样坐着开开轻轻的吃 不错不错 吃完了开心 开心 这学校后面有泡葬花海 真的就是了 在旁边 在旁边 对 那我想前面那个应该是校长的家吧 校长的家 因为那个感觉比较 比较不错 惬意 哈哈哈 没错 然后这里有一个服务员爱阅读 啊这个也是他的作品 这个啊 王老师的作品 嗯 我们昨天不是晚上有看到那个圆球的吗 那个池上星球 这个也是他的作品 王金载老师 对 王金载老师 空 又进不去吧 接点锁门 接锁门 可以拍里面 你看很可爱 满满的艺术墙啊 对啊这好美哦 整片墙都是耶 对啊超漂亮的 呃 艺术品 王金载老师的作品 超级棒的啊 这也是为了环保意识 然后这边上面很多弹珠球 它这是一个房子的造型 然后上面贴满了很多回收的东西 没错哦 对然后像回收的东西的话 像玻璃碎片 然后还有像弹珠这些东西 然后把它拼凑成像一幅画一样 嗯 然后它的对面其实也很漂亮哦 你看它对面其实这是一个画 就这么满的画 对 很复古的画 走 这里四处都是这样艺术型的墙耶 我们又看到了平礁道 这就是服务园打铁店要到了 服务园打铁工厂 好酷哦 我应该很晃 刚刚真的太晃了 呃 所以现在放GoPose来拍 这里是蛤蟆的店 蛤蟆的店 对 蛤蟆的店 这边的话因为都是用那个电动 电动车速度比较慢 所以它抖动特别大 所以你如果在行走过程中的话 其实用GoPose是非常方便的哦 这样很抖 但是画面就不会抖 画面会好很多哦 这里出局 过了 哈哈哈 然后电气行 对啊 就过了 我昨天拍的那个星球就在这里 你看到这个 其实它还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然后前面就是那一个 另外一个艺术品 对 老式的作品处处都存在慈善的各个大街小巷里面哦 对 就在每个角落哦 你就可能 诶 一个转弯就找到了 也是废材的部分 然后让它可以有这种虚线的感觉 看似日出又看似日落 不说你如果选择租车工具 他也许可以跟我们一样选择这一台 四人座 对 里途愉快 谢谢 谢谢 里途愉快 谢谢拜拜 拜拜 哈哈哈 你看这边人人处处充满了温馨啊 对啊 对刚才有人祝我们愉快 里途愉快 我没有很面熟 是哦 我们的设备很多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话 就是前后这样子的话 都有可以放东西 对就很方便 而且就可以慢慢的看风景 你的背包还可以用安全带树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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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前一个就是他们有在池上著春过 然后就有当就是著称艺术家 然后曾经在池上就是类似Long Stay一年 就类似这样创作 蒋轩老师本身的著作比较多 对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的出版社合作 然后他们就会这样蒋轩老师说我的著作 就是在这边弄一个奖金书 然后让就是蒋轩老师的粉丝 他就会过来池上买 因为在池上买的意义就跟你在台北 可能就成品买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而且有时候会 蒋轩老师他们如果亲自来 他会随机在基本上签 清理签名 所以就可以有了 比较容易买到他清理签名的书这样 陈文茜 然后柯文勇跟蔡康勇的话 他们的话是他们的选书 现在独立书店比较难经 在花东这边看书的人很少 然后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就觉得想要支持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家里的藏书寄过来 想到这边可以卖这样子 好感人喔 然后因为像蔡康勇他的书 有时候他自己看过后 他在上面做笔记 所以他的粉丝就会特地来这边 去找他有做笔记的书 然后就把它买走 我妈学到一课了 有 那以后出书的时候 记得把书放这边 我没有 可以 现在有蛮多作家 他们就会把他们很粗心书 就寄一箱过来 或者是已经看过的书 然后也可以寄过来 对对对对 有些作家他们就会这样 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 把书撤掉很可惜 真的 因为我们还是叫书店 所以还是希望可以有 读书的气氛这样 是啊 所以就 谢谢这些作家 他们支持我们 就把他们的书寄过来 买这样 真的 太棒了 来池上要来支持这边一下 对 如果有他们这些作者的粉丝 就一定要来这边 买他们推荐的书 或者他们自己的书 每年都会有好几位 就是艺术家 他们就是来池上这边 铺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左右 对 然后在这边创作 那武昌艺术馆 就是跟这个计划是一起的 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 可能常常会遇到瓶颈 他们就可能没有灵感 所以他们就会想说 到池上这种比较乡下的地方 然后就是这边也很安静 坐在这边 感受一下乡下的氛围 他们就觉得 在这边创作可能会比较有灵感 就转换一个环境 过来了 对 你要拍拍是不是 好可爱哦 你也太可爱了吧 好可爱哦 在书局买了几个名片 买他们的明信片 如果说有书的需求的话 也可以买哦 因为这边有可能 你会买到签名书 这叫做艺术墙 对 他真的是王金载老师 其中一个作品 叫做开在池上的花 听说这个有三百个人 一百十二个人 去做成的造景艺术 对 他很像真的画 而且我觉得超级细致的哦 很立体感 今天就是把这街道上面 周遭的艺术墙 全部都走完了 超美的 对啊 很漂亮 而且墙上还有一点一点不同的颜色去陪衬它 有耶 有一点像米彩的感觉 我喜欢这种感觉 嗯 玻璃的颜色去制作的 是吗 颜色到这里耶 好谢谢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真的好贴心哦 真的好好哦 耶 我们来到米贝果 可爱的一家店哦 真的吗 卖光了 他就在车厂旁边 真的超近的 我觉得下一次应该是要先来这边 不然全部卖光光 有点小可怜 因为距离火车时间还有半个钟头 所以我决定我要先去附近买一个美食 对这间好像是蛮多人推荐的 叫好煎炸 我们就去看看他到底有多煎炸有多好吃 走路只要两分钟 拿到了 带走 这东西它是春卷皮的创意料理 所以它是用春卷皮做的 用春卷皮来炸的东西 它炸一次大概也要等那个10到15分钟 哇好酥酥的声音哦 它里面都是蛋 汉菜 就是现在我觉得还算蛮清脆的 哇青菜超多的耶 炸春卷皮还蛮好吃的 也不会油腻就清爽清爽的 也许是 它包 用春卷皮包的 所以它的油都在春卷 春卷皮上面 推草大家来吃上可以吃这个 烤煎炸 我觉得可以来这边常住一个月 我觉得这边这样设计鞋 是要让人榴莲旁的感觉 真的很漂亮吧 对啊 很多书榜家很多乐趣穿过 适合发呆的东西 火车站上面发呆 对 而且你在干嘛 发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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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